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步道 您55岁的喜欢迈克尔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们家孩子经常看视频 他看到迈克尔他们比较喜欢 当有一天我们全家人看电视新闻 就看有一群大妈在跳广场舞 也模仿迈克尔的动作 然后我说我是学直接被他们跳得好的时候 我们孩子们用惊讶的眼神 怀疑的眼神来看着我 说我们不相信你能学会 然后我说我一定要学会给你们看 你学了多久了 接近七年了吧 七年了 今天来一段 那好啊 接下来我们进入 宝洁书的幸福秀 这位女儿是危险的 这位女儿是危险的 这位女儿是巧克尔的 是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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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说的命运这么对你不公平啊 你说你一只眼就得病了 你紧接着你第二只眼就得病了 然后我说那也没有办法 命运就要既然如此 我们就要去面对 后来就不能开车了 后来就是把车卖了 来处理了 来治安病 因为当时我们家的条件不是太好 因为当时我们家的条件不是太好 我们用的都是很廉价的药 消炎药 就是听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因为治疗时间太长了 所以您因为这眼睛耳朵受到了影响 现在等于是视力和听力 都比正常人要弱一些 不带度性剂 无法和正常人交流 那你这跳舞学起来难呢 都挺难的 那你还坚持学得这么好 因为当时对于人乐我承诺嘛 所以我当父亲的话说出去了 必须要做到 做个榜样 给大叔点个赞 就我们平时对的那个视频也学过 但是看上就容易学起来特别难 对 我首先就是反复看视频 然后把他的音乐听熟了 但你眼睛不好啊 那我离近了可以看得起 看手机是吧 不是 电脑吧 那你是戴耳机学吗 当时就是戴着视频器的 哪天有时间了 坐那会儿看 听 我记不住的动作 我就用剪图 画在小本子上 真真啊 还有语言文字描写 写在本子上 我看你刚才跳的时候 嘴里还念念有词呢 那是我跟着唱嘛 因为英语我听不懂 就大概是那个一样的 就大概那调 对对对 那你平时练是在家里练 还是去广场 利用在工作的休息时间 然后我就把这些舞蹈动作 反复练习 在操场上 有水房啊 有静的地方 或者是卫生间啊 就那个音乐学院里面 到处都有你练舞的身影 对对对对 有时候孩子们没有课呀 排练艇 我可以进去练 因为我就负责那一块 所以我有这个方便条件 那那些同学们 有没有看过你练舞 看过 每当我一练的时候 他们走过那块 都要把他们看一看 就别喜欢 因为很多卖迷嘛 都喜欢麦克尔街舞舞 太空漫步会跳 太空漫步 麦克尔有一段 太空漫步跳得特别好 可以呀 你给我们再来一段 你说一个55岁的 这个大叔啊 能这么认真用小本 用视频去学习一个舞蹈 他都能学成这样 而且没什么条件 你说那些专业学舞蹈的孩子们 是不是应该努力学习 你有粉丝吗 非常多 走到大街小巷啊 都说这不是挑麦克尔 那个宝洁大叔吗 然后就是跟我一起 照相啊合影啊 做纪念 挺好 有很多人学习麦克尔的舞蹈 都半途而飞 所以就是我总结经验来说 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必须要坚持 必须要努力 所以这样 你才会获得成功 一个懂得坚持的人 总是让人敬佩 那我们特别想听听大叔 今天的心愿到底是什么 好吗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换一对助听器 来 谢谢 请回 现在这对助听器不太好用了 是吧 因为已经佩戴了八年了 八年了 因为它是使用寿命的 然后现在就接受的信号 不是太好 我听起来有点费劲了 来 我们来听一下 四位嘉宾老师 对于你的幸福心愿 以及你的故事的理解 宝洁大叔再次向我们 验证了艺术的魅力 就是当我们人生 遇到一些坎坷的时候 艺术总是能指引我们 向着光明的方向去走 六人游定制旅行 愿意为您的梦想去买单 我愿意去帮助您 实现您的个人的小小的梦想 也希望您的艺术之路 走得越来越好 谢谢老师 谢谢 非常感谢 我应该叫你宝洁大哥了 因为他比我大四岁 其实我呀 好几次曾经想练一个舞 不管是麦克杰克娟 还是别的舞 练的我呀 腰酸背疼 就是根本就受不了 就是那个每个动作 你知道那个舞蹈 每个动作都是一甩一甩的 而且又撑胳膊又撑腿 真的特别难受 就是你是在业余时间里边 还把一个舞蹈练得那么精道 我这点我很佩服 所以那种坚持的力量 值得我学习 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特别愿意帮助你 帮你实现你这个幸福心愿 希望你呢 配一个更好的助听器 谢谢 谢谢江飞老师 谢谢 其实我刚刚看您的时候 特别特别感动 就在您身上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 其实被命运并不是非常温柔 对待的人 依然对美 对爱 有这样的追求 所以呢我们 营朗文化呢 作为公关公司 我们其实也是 世界三大街舞比赛 KOD的合作伙伴 那么第一个呢 我是很希望送给您一双 这种世界顶级的街舞赛 试着定制的舞鞋 希望您以后 能穿着这双鞋 去跳更好的舞蹈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也希望能够在您的这个 听力的助听器上面 然后能够尽我们一分心力 希望您永远对生活充满热爱 祝您幸福 谢谢 您好 白云大夫 其实啊 这个学这个 杰克逊这个舞啊 确实没有几个 能坚持到最后的 所以说 你能坚持到这么长时间 能把这个舞 能跳到这么完美 真的 值得我们这些学习 我终此还溯呢 也愿意助力你 完成你的梦想 谢谢贾斌老师 所以说舞蹈 你坚持这么久 给自己带来了 长足的快乐 这一点就很重要 也希望以后你的舞蹈 给更多的年轻人 带出一份坚持 一份阳光 一份专注 好吗 谢谢 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您 再见 大家介绍一下 我叫崔涛 朋友们都管我叫崔老二 因为生活中呢 老是犯二 家里呢 还排行老二 然后呢 我今年三十岁 来自河北唐山 身高是 一米三点多 就四捨五入 一米四吧 嗯 你这身高是因为 脑垂体分泌生长技术 不足造成的 刚才你非常幽默地说 四捨五入就算一米四吧 但这个轻松的背后 有一些对于身高的尴尬 是的 嗯 因为我小的时候吧 嗯 就是学习的时候 坐在椅子上这 这脚永远都够不着地 但是我踩在那个梁上这 一直都是 现在有时候也是 然后呢 小的时候 男同学老师帮助我 啊 种的活啊什么的 都替我干了 如果可能的话 让你选择 你想长多高 那要是任意的话 那就是我媳妇多高 我比她高点就行了 啊 所以说身高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 比如说你现在比我 那我现在的希望 就是比您要高一点 啊 我想问一下你 这个因为身高 而产生的自卑 是从什么时候 变得更淡然了 像现在这样轻松了呢 从我小时候说起 嗯 上初一的时候 突然变成了留守儿童 父母都不在身边了 啊 我初中的时候 不是住校吗 到周六日的时候 别的同学都回家了 我回家的话 也是一个人 所以我就不回家 我就住在那个 旧的教学楼里边 只有我一个人 窗户对面就是 有一个保安大叔 我是看着他的灯光 睡觉的 然后呢 我叔叔 我们那个 轮流照顾我的爷爷 但是轮到我家了呢 就只有我照顾我爷爷 上完学下学 就给我爷爷做饭 那时候我还觉得不孤胆 挺幸福的 然后呢 初中毕业以后呢 我就 回到了我父母的身边 家庭条件也不好 然后我收养了一条 那个德国牧羊犬 然后我爸的一句话 特别激励我 你自己都养活不了呢 你还养条狗 其实这也是一种 父亲的特殊的激励 我就安自发誓 一定要养活自己 而且要养家虎狗 养活他们 让他们的生活 变得好一点 然后我就去 唐山有名的那种夜市 开始帮别人编那个金珠 但是收入我还是不够多 就是一天只有十几块钱 后来又做了什么 然后呢 通过编那个转型珠 认识了好多女同志 她带上了那种 值钱的那种饰品 所以我就开始 卖这些饰品 正好碰见一个市场上的 那个好心的阿姨 给我腾出了一块地方 开始卖饰品 第一天 我赚了好几十块钱 我就给我爸爸 买了一双鞋 花几十块钱 我感觉我自己好牛 有价值 对 人的自信都是从有价值开始 就是生意越来越好 我就自己租了一个大摊 我叫我姐姐跟我一起呢 扩大店面 我摆了三年的摊 生意越来越好 然后呢 我爸爸说 这个摊 有你没你都一样 因为大摊的时候 只有你姐姐在干活 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我爸又激励了我 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然后我就 从网上联系了一个 北京的销售的工作 销售的业绩呢 所得的收入 比以前摆摊的时候 要赚钱 这个两次我爸的激励 使我成长起来 让我自信起来 总而言之 比原来越来越坚强 结婚了没有啊 我都结婚七年了 哇 哇 哎他今天来了没有 来了 王爷 有请王爷 那怎么认识的 就是我有个朋友吧 我的朋友 也我朋友 我的朋友呢 他就是电脑里边 有好多美女的图片 还有呢 你朋友干什么的 他也他没对象 他也找对象 他物色 然后我就翻呀翻呀翻 挑了一个看上眼的 我就要他的联系方式 过来就打电话 说问我在哪儿 然后就去找我 你就答应了 没有 哪有那么简单呢 对呀 你附在这儿 然后他去找我 然后开始就请我吃饭 去吃那个小火锅 一火锅就把你搞定了 没有 然后有一次 然后我一天看着我 吃那个饼干 那时候 那种小细的 长条的那个吃着玩 然后又买了一堆 各种味道的饼干 去我家了 然后你就答应他了 然后朋友过生日 然后一块儿玩 他给我唱了一个 《死了都要爱》 《死了都要爱》 然后觉得长得挺帅的 然后又挺浪漫的 我的策略比较成功 你的策略比较成功 你为什么选择 《死了都要爱》呢 因为那时候流行嘛 而且是标高音 你标一句 我喊慢喊得嗓得有点哑了 我就喊一下 来一下啊 对着他唱 《死了都要爱》 不连离禁止不痛快 感情多深 只有这样 才足够表白 就他这个高亢的歌声 打动你了是吧 嗯 你就答应了他了是吧 嗯 啊 你是跟他是一样的身高 我身高 都是一个原因 我身高一米一六 那你跟他一样 曾经自卑过吗 我小时候在家 然后跟我爷爷哥哥 一起生活 也是牛熟儿童 嗯 然后呢 那时候我爸妈就在外地 然后做小生意 然后挣钱 每年春节才回家 嗯 那你是怎么走出自卑的呢 开始呢 我说我出去摆摊挣钱 然后挣了点钱呢 就开始租那个 封闭市场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我每次出摊 都得要我爸接送 不但不挣钱 还得家里专家负担 然后呢 就不干了 就要求出去北京打工 就做领位 就站门口那样子 啊 就因为我个子小嘛 所以呢 那个我就相当于一个陪证 然后有放一个 哥大的小帅哥跟我一块 啊 也是通过自我奋斗 慢慢自信起来的 对对对 啊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 很感动的故事吗 平常日常生活呀 我不会做饭 然后呢 平时我想吃什么 他就给我做什么吃 啊 又是吃 后来 火锅 饼干 做饭 全吃 说一个不吃的 有一次那个 我不是去学做美甲吗 然后我去学校学 他就在家上网练 他说我去学校学的 只能给顾客做 他是花钱去学的 他练了 他说他每天给我做 然后我就不用去美甲店 就花钱做了 我是怕他学会 所以他给我做了 谁给你做的 他 他呀 哎呦做得真不错 做了小雨伞 说做我的保护伞 我受委屈之后 他总说 我来保护你 我心想他连自己 都保护不了呢 还保护我呢 哎 男人要保护一个女人 有的时候靠的 不是升高的呀 嗯 是靠的那种气势 和决心的呀 还有最让我感动的是呢 113年的时候 7月份 然后不是那天上夜班吗 然后就出车祸了 你怎么出车祸 过马路吗 因为下雨吗 然后我打着雨伞 然后天黑呀 看不着 然后就 伤得厉害吗 挺厉害的 然后昏迷了 然后那会儿 我能听见人说话 我昏迷着呢 推进手术时中 我就听着他叫 耶儿啊耶儿 你咋的了 你怎么了 嗯 然后那 心里有你啊 嗯 害怕失去你 你看眼泪快掉下来了 然后我看着他 看着他那个脑袋呀 就是 就是不像这样了 就大了 眼睛特别黑 然后黑一成一片了 后边 他就喊 疼 疼 就这样喊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当时我应该 替他受这份罪 那会儿是做的 开颅手术 昏迷了七天 然后那 那中间的事 我就当睡了一觉 醒过来 中间事 我啥也不知道 嗯 然后后来呢 我才知道 他 他也没租房子 他就一直在医院待着 嗯 是吧 守着你 是吧 行 好男人 牵着手吧 今天是谁来 要来 有什么幸福心愿 谁来说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给我的媳妇 一个浪漫的旅行婚礼 来 请回 你们没有办婚礼啊 我们没有 因为 不是都说那个 说两年不结婚 就结不了婚了吗 啥意思 传言 然后我们俩认识 两年后 然后 而且我们那边的风俗吧 然后就是 不 我俩要是不结婚 就是在我们家 就不能给我俩留房间 嗯 风俗是吧 对 然后我们俩就在我们家 办了一个 简单的婚礼 然后呢 就办了酒席呗 对 然后 当时他家一直没办 其实 我一直 就是从结婚 时候我就答应了 一定要给他一个轰轰烈烈的婚礼 然后我们经过努力了好多年 然后终于日子越来越好 一个车祸 就像晴天霹雳一样 嗯 花了二十多万 对 对 你想去哪儿啊 国内的话 想去海南 海南 嗯 来 潮汐 来 六人游合伙人 啊 潮汐 他干这个的 来 我们听听 他怎么帮你啊 六人游定制旅行 一直在帮助普通人实现梦想 嗯 包括你们的梦想 六人游也愿意去助力 去帮你们实现它 嗯 听你们的讲说 一直觉得 你们 想说普通的小人物 那种奋斗 那种相互的依靠 然后对未来的憧憬 然后不断不断地努力 只要我们有梦想 幸福就会来敲门 希望你们享受 这一次旅行 谢谢老师 我知道西哥 一定会出手相助的 我也觉得你们的梦想 特别地浪漫 特别地美好 所以呢 我是非常希望 能够在西哥的助力之上 再送上一点甜蜜的 那我们银朗文化呢 作为公关公司 我们有很多战略合作伙伴 其中呢 有一个叫淘拍拍 900块我投资的 最大的定制设计 摄影的平台 所以呢 如果你们去到 三亚旅行的时候呢 我们提前安排一下 希望能够为你们在三亚 留下一套美丽的影集 谢谢老师 身高是爹妈给的 生活是自己过的 磅礴的婚礼 我看过很多 我也主持过很多 在那种磅礴的婚礼上 金碧辉煌 络绎不清 但是还有很多 磅礴的婚礼 后来都散了 现在回想起来 我也不知道是那些新人们 骗了我 还是他们自己骗了自己 那都是新事 大部分的日子 是平静无数 好吧 再见 再见